你能想象到你能想象到在埃及吃麦当劳有多便宜吗 我之前是有在这边吃过一次麦当劳 然后发现在对比一下跟国内价格真的是便宜的非常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现在我们再去看一下吧 OK 这边就是埃及麦当劳 然后最后选完了这三个套餐 菜不是西貓三四 没有薯条正常三四的 对啊 然后现在是 然后现在这个120帮大概是会议的话15块一哦 然后我看看国内这个套餐的话 哎 套餐呢 就差不多是36块钱啊 同样的一个套餐 半价都不到啊 谢谢 来咯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Giova这个尺寸啊 比我很少吃汉堡 不知道这个跟国内尺寸是不是差不多大的 差不多 一层肉饼 中间一层两层肉饼了一层芝士 就这样了 反正15块钱就这么多了 加上一个中杯的饮料 一个蒸的薯条 我看国内反正36了 其实A9物价本来就便宜了 只是最近可能 就是 I棒有贬值了很多 所以说就更加便宜了 如果说像这种A9 你去各种地方有明码标价的话 其实是可以放心称的 基本上都会很便宜 但如果说那种 没有标价的年文本地人的那种 他们可能张口就来跟你说要一美金或几美金这种的 基本上都是肯定了 基本上我 根据我的经验来说 你看三分之一砍就都是OK的 别人立马就会基本上就答应了 比如说往三分之一往下砍 应该还是再可以砍 再砍一点点的 Thank you Share shop Yeah OK Hi, bye One minute Oh Ah, take a photo OK, no problem Thank you Thank you 我最后又买了一个 甜筒啊 史艾报 正好这边有价值 大概人民币是一块五左右 真的是 能到这边实现了这些快三自由了 OK,那这些视频先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